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后来孙悟空趁大鹏鸟不注意 利用缩身法逃了出来 向天竺灵山的如来佛求救 如来听了孙悟空的一番诉苦之后 说此妖不同凡响 他算得上是我的舅舅 只有我亲自出马才能将其降服 孙悟空听后 仗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如来佛的舅舅竟然是一只大鹏鸟 原来如来佛在没有成佛之前 在天竺灵山顶上静静打坐 修炼六丈金身 不成想一只孔雀将它吸进了肚子里 如来佛准备从孔雀的遍门出去 但又怕脏了身身 于是便抛开他的背脊出来 如来佛准备杀掉这只可恶的孔雀 但被一起修行的众佛给劝下了 虽然你不是孔雀生的 但却从他的身体中出来 孔雀相当于你的母亲 你杀孔雀就是杀自己的母亲 如来听后恍然大悟 于是将这只孔雀留在了灵山之上 封他做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 而金池大鹏鸟和孔雀大明王菩萨 是一个母亲生的 也就是说 大鹏鸟是如来佛的舅舅 为了降服自己的舅舅 如来亲自出马 先把他头顶变出一块血肉来 大鹏本心难以 想要吃掉这块血肉 如来一直便将其降服 但大鹏鸟并不屈服 他说石托锅有肉可吃 灵山什么都没有 如来无奈之下 只好答应他四大步骤供奉 让他先尝 金池大鹏鸟这才愿意屈服 跟着如来回了灵山 请不吝点赞订阅